主席致辭 請掌聲歡迎我們的大家長 高原長來為我們說幾句話 親愛的又欣的家長們 來賓們 以及我們又欣的好輩 好朋友 老師 大家早安 大家好 站在這裡 我真的心中充滿了感謝感恩與感動 感謝在這個少指化的一個嚴重的衝擊之下 但是我擁有我們這些最支持我 最配合我的家長們 從一早 假期的一早就來到我們現場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謝感恩跟感動 我想 時代不論怎麼樣的變遷 但是 我還是一句話 無關時代是怎麼變化進步 但是 對小孩子的照顧 對小子孩子的愛 卻一點點也沒有改變 也沒有減少 我真的為這群可愛的寶貝們 他們有名 爸爸媽媽們 這麼的配合支持跟愛護 我真的替他們感到非常的幸福 真的是也是要在這裡 謝謝各位親愛的家長 我想 真的 最要感恩的也是要說 讓又欣也是很幸福 早安在紅台 這麼大一個颱風 可是我們又欣 你看看 都如其能夠在這麼一個棒的場地 舉辦這麼盛大的一個畢業典禮 及產業表演 我想 真的也是 又欣的我們的福氣 小朋友的福氣 爸爸媽媽你們的福氣 我想 真的是非常的感謝 有你們的支持 我們才能夠在這裡 舉辦一個這麼盛大的活動 畢業典禮 我想各位親愛的家長 除了喝喜酒之外 通常不太會來到這裡 但是 我還是要說 我把小朋友生命中 第一個畢業典禮 像喜悅一樣 辦得如此的盛大 我真的非常重視 我們學前的這些幼兒 相信在他們這個時候 只有這個時候 是這麼的需要 爸爸媽媽的呵護 陪伴跟保護 陪伴跟保護 只有這段時間 因為到了他們 第二個畢業典禮 小學的時候 爸爸媽媽 你要去 他不一定要歡迎 那我更別談 高中大學 甚至於碩士 博士好了 我想 在他們最需要我們的時候 我們陪伴在他們的身邊 我相信在他們的腦海裡 是有一個非常清晰美好的回憶 我們的努力 我想各位親愛家長你們的付出 絕對絕對不會是白費的 原廠我真的還是要在這裡這樣子的 感謝你們 感恩你們 我想 時代的變遷 剛剛我講過 對孩子的愛是沒有改變的 但是呢 孩子的學循是怎麼樣呢 孩子的學循是需要多方面的去引導 去引導出他們的創造力 他們的思索力 他們的判斷力 這些是目前 所要重視的一個問題 這些判斷力 這些思考力 這些創造力 是透過他們去接觸 去看 去了解 因為我想我們也很清楚 現在資訊的發達 是無口不入 各位親愛的家長 我想 我們的網路資訊 我們的手機一打開 什麼資訊都不可能 不知道的 而且資訊的發達 快速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進步 所以呢 配合這個時代的進步 除了我們對小孩的愛沒有改變 可是小孩子的引導 小孩子的啟發是更重要的 所以呢 已經不是像以前 說小孩一裡下一裡下 寫很多的功課 媽媽們 其實不需要寫很多的功課 因為要了解 要懂 是我們現在訓練小孩子的 那當然呢 配合他的學習 他的進步 他的接觸 他的多元的去接觸以後 當然可能一種的學習 怎麼講呢 畫個畫 或者是唱個歌 你看在現在的時代裡頭 都是很容易接觸到的 所以不是說一定是很呆板的寫功課 或是什麼 但是他們的接觸 多元的接觸 多元貌的去探索 絕對是他們 在他們的腦海裡頭 有的這個經驗的累積 有的這個視野的破大 我相信 真的是 他們未來成長 最大的一個基礎 很多年 我已經沒有講這個故事好了 我要這樣子說 有一隻 媽 他跟一個驢子 他們是好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 那個驢子 他是在石墨墨房裡面 他是在磨墨 幫人家磨墨 所以他每天是推著那個墨 就像我們這次畢業旅行 我們畢業旅行也是推著那個墨 爸爸媽媽 對不對 我們這次去旅行 他那個是推著那個墨 尤其是以前的時候 但他推著那個墨 是一直在這樣推著 繞著圈圈的走 然後那隻馬呢 他是做什麼職業呢 他是從市場 有人買東西 他就幫他載到家裡面 或是載到他們要去的地方 在這樣的不同的工作領域之中 這個馬有一個機會 既然被唐商帳看中了 帶著騎著這個馬到西域取軍去了 經過了很多年很多年 這個馬 那個唐商帳回來之後 這個馬就趕快去找他 這個好朋友啊 這個好朋友是我好久不見的好朋友 他就很開心的 想要去跟他分享 這麼多年以來 他所看到的東西 他就告訴他說 我講得很興奮啊 高興一直跟那個驢子講 這個驢子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每天在推著這個石墨 我走的路並沒有比你少 可是呢 我的視野 我看到的東西 就只有這個屋子裡頭 我沒有像你 這樣子能夠接觸 這麼多元 這麼多樣的 的東西 我好羨慕你喔 當然啊 這是一個故事 可事實上也是個事實 我只是在這裡告訴親愛的家長 我們都做到了 不論 臨時的教學 我們常常有機會 我們都希望帶小孩子去外面多看 多走 今天 我們也把小朋友 帶來這裡 這樣子辦一個活動 我真的是 我想 我們也是努力 朝著這個方向去走 我真的要感謝很多的爸爸媽媽 他們會跟我說 哇 我最不喜歡吃自助餐 自助餐 我最不喜歡吃 但是喔 學校辦活動 我決定配合 你說阿嬤 我阿嬤吃素耶 沒關係 我們吃也可以配合 我說 真的 我想真的是 家長全力的支持 全力的相挺 我們今天才能夠 在這裡辦這麼一個盛大的活動 雖然 我們已經辦了非常非常多年 但是每一年 我想我們的主角 我相信今天畢業生 的家長 更是全力的配合相挺 我真的是在這裡是 無限的感謝 不敬感 感激不敬 我想剛剛講過的 每次看到小孩子 露園的時候害羞 懵懂的樣子 我跟老師 我常會跟媽媽說 沒關係 我們來照顧他 就OK了 小小的小朋友 進到園裡面 我們去照顧他 去呵護他 接著他在這裡成長 長大 今天小朋友畢業了 就要進入小學 這是他生命中 不同的一個轉捩點 也是一個不同的起點 我常常說 又這樣的工作 是他進入小學 又這樣的學習 是他進入小學的一個 先備基礎 他有了在小學 學到的 在我們幼稚園 學到的這些基礎之後 他進入小學 當然就能夠比較順利 而且能夠有一個基礎的陪伴 他學起來就會輕鬆了 那我想真的每次看到 這些畢業的小朋友 要離開我 我真的是非常捨不得 但是我每次都告訴自己 我想分離不是力量的結束 也不是感情的結束 因為我們幼稚 在幼稚的種子 在他們身上 都已經發芽 長大 幼稚將以後將以為 他們在日後的學習成長為榮 幼稚也透過他們這些 學前的種子 能夠更發揚光大 在座有很多的家長們 甚至於我講過 我們的小朋友 幼稚的小朋友 畢業了 他們這幾年 也有人成家了 小孩也是有陸續回到園裡面 來上課的情形 剛剛我講過了 幼稚是一條需要愛跟付出的 不管時代怎麼進步 我想呵護他們 絕對是我們最大的用心跟努力 我想在今天 畢業生就要畢業的情形之下 我真的是給他們非常非常多的祝福 我希望他們日後 永遠健康快樂 預防風水 也在這裡祝福所有的來賓 家長們 永遠幸福美滿祝福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園長 謝謝 謝謝 來來來 看一下小姐姐 這個 帕爸爸就是我們的效果 你看看 那個像有生出這麼可愛的 來照亮相 來幫我們照亮相 可愛的 哇 你看看 來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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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